萨尔州的名字来自摩扎尔河的支流萨尔河 旅游者和徒步者有一个共同的非常喜爱的目的地 那就是萨尔河湾 在历史上,萨尔州就是德国和法国的争夺之地 尤其是在过去的200年里 萨尔地区曾经巴异其主 其中两次是归属法国 自1959年开始 萨尔区才脱离了法国的经济体系 正式纳入德国的经济体系 它的货币改法郎为马克 在这个观景台的下面发现了一种植物 这是槐花 整个空气里都有槐花的香气 可以看到这有小路 沿河边也有小路 这里 这些呢都是 下面是自行车道 这里呢就是可以徒步 早晨如果早一点过去的话 整个景区空无一人 现在还不到八点 因为这个观景台是九点半才开门 但是它下面呢也有一条路 可以直接走过来 这条小路修得很好 从这里到达观景地点 是不需要买门票的 前一天 我们在那里看到了美丽的日落 第二天一早 在离开之前 我一个人又走到那里去看日出 在那里 我碰到了几位警察 我问他们是不是可以给他们拍照片 他们非常配合的站好 让我拍照 我感觉到这里的人非常的友好 这个地区景色优美又非常安静 非常适合疗养 这里的疗养院也很大 我们的车就停在疗养院的院子里 一个晚上只有四块钱 从这里到达河流的大转弯处 只需要八分钟 我们的车就停在这里